电动车龙头指标特斯拉 跟微软公司带领大盘冲高 但是道琼受到IBM拖累为跌 成为四大指数唯一收黑 另外美国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再度刷新疫情后低点 也挑起了投资人 对美国联准会升息时机的揣测 美股四大指数涨多跌少 道琼指数小跌6.26点 收在35603.08点 纳斯达克上涨94.02点 收在15215.70点 标普500扬升13.59点 收在4549.78点 配搬指数上升37.83点 收在3412.05点 欧洲股市方面 中国房地产剧情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 再度引发投资人担忧 冲击市场情绪 另外欧洲企业的财报喜优参半的表现 让欧洲三大股市全数收低 英国股市下滑32.80点 收在7190.30点 德国股市滑跌50.36点 收在15472.56点 法国股市下滑19.44点 以6686.17点 做收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 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环宇全世界 2.0全新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籍观点 请锁定环宇新闻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